男主人公 晚得英男 22 岁 越南留学生 民主人公 晚世秋博 22 岁 越南留学生 那个小片子出来的时候 现场有很多的女生就在那尖叫 觉得她帅吗 帅 你们喜欢她吗 喜欢 坏了 就是这个有没有感受过 就是那么多的女生 看着你说喜欢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知道为什么要给你来一个这个仪式吗 不知道 希望你自信一点 我看你们这个好像特别苦情 你知道吗 就是你在小片里说 好像谈了 暗恋了七年还是八年的男朋友 是七年的 那个男生你认识是吧 我认识 我们本来就是高中同学 然后一起来到中国学习 但是都从来没有跟他表白过 我对他的感情 但是到那个六月份的时候 我才第一次有足够的勇气跟他表白 但是就却收到意外的一个答案 答案是 能不要说吗 不想说 他拒绝了你对不对 对 我那时候一直觉得 我就已经努力那么多年 然后已经为了他放弃了很多事 然后突然就觉得我的童话世界 我的所有的梦想突然就碰了 九岁了 那个男生有什么样的魅力让一个女孩子暗恋七年 七年 我也只想过 但他 比起来他可能没有好吧 我觉得 他有好吗 我觉得 那个两个人是不一样的 他可能爱你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你接受他的爱吗 我接受 你喜欢他吗 我觉得如果我不喜欢他的话 我就 你正面回答我 我就不会跟他在一起 你喜欢他吗 你喜欢他吗 我喜欢有一个人在身边很开心 很开心 我也希望你开心 我所为你做的都是希望你开心 那现在有什么受不了呢 我希望是你能忘掉他 真正的来到我身边 我都喜欢他那么多年了 我怎么可以这样的呀 我问一个问题好不好 如果你的前男友突然发现 这个女孩子太好了 暗恋我七年 对 其实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错过了你 我们俩可以在一起吧 他不会这样说的 如果他说呢 他一定明确的拒绝我 求和如果他这样说 你会选择他吗 现在 今日 你已经有了一个男朋友之后 你会选择他吗 我都在他身边七年了 但是你还会说吗 如果他说呢 如果他说你会跟他走吗 我不知道 不知道是吧 我现在特别了解你的心情 我知道你的感受为什么会那么强烈 来 丘比特别 听听专家的说法 丘比特别 我想说一句 你可以说他是我的朋友 以这样的身份的你可以去帮他 但是恰恰就是这一点 将会葬送你下一段爱情 你知道你的性格吗 你的性格属于是悲情浪漫者 如果没有断言错的话 从你心理测试当中可以看出来 你这一辈子都有可能为情所困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要及时地走出来 否则的话 下一段悲剧还在等着你 但是我就觉得 我一辈子就只有一个梦想 就能有一个在我身边 就两个人相相爱着了 难道 要回到现实 如果你不回到现实 永远回到你自己的精神世界 你那时候就悲情 你知道吗 我非常理解你 同情你 你的内情感受 对感情的需要比谁都强烈 但是我希望 你能稍稍回来 稍稍多一点理性和自制 因为你太情话了 你难以自控 难道童话永远不能成真的吗 童话就是童话 现实就是童话 我可以 另一个童话 那我需要时间的 我给你时间 我可以的 首先 跟男孩子说 女孩子能遇到你 是他的福气 第二句话 跟女孩说 你 197年的那个男孩 对你来说 就好像你每天放学 路过一个 很大的一个 水装品牌的橱窗 里面挂了一件 非常贵 非常漂亮的晚礼服 你每天上下 都会路过那个橱窗 非常喜欢 暗自发誓 有一天 等我挣到钱 我一定要买下它 穿在自己身上 转眼七年过去了 你突然发现 这件衣服被别人买走了 你很失落 我理解 生活像被抽空了一样 但是你知不知道 那件晚礼服 如果你真的买回来 它不过就是你柜子 你被你积压在底下的 那一件而已 不过就是 跟其他晚礼服 没有任何的不同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不买回来 如果你不牵食的话 你怎么能知道 那个礼服是否 真的不适合你呢 听我说 拥有了 你才会觉得 它这么普通 其实那个梦的破碎 还不如现在 你认为它不普通 小伙子你操之过急 这个姑娘呢 还没长大 她还处于青春期的幻想当中 我想赞成阿莱老师说的 小姑娘啊 你十五岁 你喜欢这个男生 你想想 那时候的感觉 是多么的 现在看来 是多么的不靠谱啊 多么的不可靠啊 我们都是过来人的 但是我那时只是觉得 那个别人也许 这五大 那是我会以我的努力 然后也许会创造一个奇迹 对 我告诉你 这奇迹没有了 这个童话 她来给你实现 你想要青蛙 那个童话 没了 姑娘 你真的不要后悔 你这个少女时代 十五岁的少女时代的爱 是最纯洁的 最纯真的 最可爱的 但是也是最不可靠的 你都过七年八年了 人家没有接受你 你还在拼命地忽悠自己 用中国话说啊 你在欺骗自己 你在忽悠自己 哎呦 我还等着 也许奇迹会出现 所以刚才人家问你 主持人问 你还爱他吗 你一直说不出来 你喜欢他吗 没有说爱 说喜欢他吗 你都说不出来 但是另外也反映 一点反映什么呢 你比较自私 你光考虑自己的感受 小伙子陪伴着你 很愉快 很高兴 你完全没考虑 小伙子的感受 但是我觉得 出去一时 就看到很多女孩 他们都有一个在 就在身边一个男孩 难道我不能得到 男嘉宾的感受 对呀 可以呀 可以得到啊 我不是说可以得到吗 但是你是不是爱 你现在判断不出来 连喜欢不喜欢 你都很难判断 没关系 你要给他时间 知道吗 小伙子 其实就是当我扮演 成那个男生问你的时候 当你哭泣的那一瞬间 我就产生了不同的意见 不过真的 我觉得小伙子不错 我问你一个问题 在进入下一个环节之前 我希望当那个 下一个环节 结束的时候 你能回答我这个问题 我给你一些思考的时间 今天你的身上 有两样东西 是非常夺目的 一件是你的晚礼服 一件是你戴在 颈上的项链 如果让你做一个选择 必须要摘掉 A是你的项链 B是你的晚礼服 你的选择会是什么 最简单的一个题 考虑清楚 再回答我 来 旁观者清 我是秋和的好朋友 秋和他中文说的 大家可能听到了 并不是表达的非常流利 所以说呢 他有的时候我会问他 用不用你教我越南语 然后我教你中文 这个时候他拿过来的第一个单词 我以为是你好之类的中文 但实际上是阮德英的名字 真的吗 对 不 乐不乐 真的 好 谢谢亲友团 来 该回答我的问题了 你的选择是什么 我什么都不选择 我觉得 A还是B B是C 我自己的答案 C是什么 一件都不能拆 这个项链还给我 这是我们节目组的项链 但是这样的话 你还给我 你不要不讲道理 你还给我好不好 这样的话就不是一套了 你还给我 你不要不讲道理 这是我们节目组的项链 你还给我 你 我给你这个 你还给我 不行 已经 他们来已经 你还给我一套了 录完节目之后 你要还给我吗 录完节目之后 你要还给我吗 要 要吗 要 要吗 要 人在迫不得已 或者在一个规定情景里面 是不是要做一些 很痛的决定 这就好像你那个男朋友 他走了就不会再来 我为什么给你 做了这样一个比喻 那就是你身上的一条项链 而这个男人 其实是你的顽礼服 顽礼服是不能在 这个现场脱下来的项链 是随时可以拿 你男朋友说的多好 我可以把这条手链 给你做项链 你还在想什么 人确实不是机器 人确实不是机器 但是一个成熟的人 会克制自己的感情 如果你尊重你现在的男朋友 请你克制你曾经 对那个男人的感情 不要再让他肆意横流 出来伤害你们俩之间的感情 来黄金六十秒 两位青年表情 你开始吧 德云 什么说 其实就和 我刚才 有点生气 什么的 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其实我挺担心你的 我不管以后怎么样 不管以后你遇到什么困难 我都会在你身边 陪着你 让你幸福 我也刚才 你说一样的那句话 我可以成为你 你另一个童话 好美啊 邱和 我听你说 你能变成我另外一个童话 心里觉得很感动 但是我觉得 我以前的童话 可能会永远成为 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也许我永远不能忘掉 也许某一天 我以前喜欢的一个同学 如果他出事了 他给我电话 打电话 我可能也是在第一时间 去帮助他 那你作为我下一个童话 你能允许我这样吗 我会给你时间 给我们两个时间 好美的爱情 这场其实特别感动 被两个那么 对爱情执着的年轻人感动 七年 挥不去 爱你 付出一切 真的好感动 爱的多 付出的就一定多 爱的少 付出的就一定少 爱情很少有定律 但是大概这是一条铁律 因为爱 所以不求回报 因为不求回报 所以在外人看来 你付出的会更多 两位年轻人 请你们回到原点 请回 请关门 念念不忘 暗恋了七年的男友 这是女孩子内心的独白 我真的很爱你 我希望我们的关系能够被敲定下来 并且往前走 这是男生的心愿 在这一刻 大家心里 对他们祝福吗 你觉得他们要不要订婚呢 来 请各位选择 请选择 好吗 现场72.73%的朋友们说 要分手 说分手的恐怕都是那些惊叫的 你们终于有机会了 好了 那他们自己的选择到底是什么呢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来 各位 五 四 请开门 λ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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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